農曆春節就要到來 不只台灣民眾準備迎接新年 中國也一樣 尤其今年是歷經三年的封控之後 第一個解封新年 照片上看到很多的民眾 他們大包小包來準備搭火車 這一次中國春運1月7號正式啟動 長達40天 堪稱地表最大規模的人口移動了 光第一天 旅客這次收量就已經超過了三千萬人次 那麼其實這一次也創下了二零二一年來的新高 不僅如此 中國官方預估今年春節前後的四十天內 可能會多達二十一億的人次來流動 跟前一年的相比成長近百分之百 不過別忘了 這麼多人回鄉恐怕是將病毒帶回了老家 那麼其實國家衛健委的官員就透露 春節期間更大的考驗 其實是考驗這個農村的重症救治壓力 過去也有專家推估說過完年農曆年 中國十四億人口恐怕是多達三分之一 至少三分之一會感染 而且別忘了中國一月八號解封邊境 很多民眾迫不及帶來出國玩 各個國家是如臨大敵 原本宣布邊境完全開放的泰國 現在也緊張了 七號改口要求外國旅客在抵達前 要秀出完整的疫苗接種證明 顯然是針對中國而來 另外比利時檢測來自中國班機的廢水也奏效了 真的是驗出陽性 代表有乘客染疫 不過需要糞便的檢體 才能查清楚究竟是什麼樣的病毒株 而且會不會是確診康復之後 遺留下來的病毒殘骸 恐怕都還需要進一步釐清 那麼說到中國的疫情是持續來蔓延 但是官方卻不斷放寬防疫規定 確診者從八號開始 就不再需要集中隔離了 就有民眾來批評說 怎麼沒有把既有的隔離點 拿來當作醫療分流 減輕醫院的負擔呢